在公眾觀感中 其實這個是很離譜的 我給了一個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膽子有多大 你的數位有多大 其實一些收費項目 我們覺得都蠻蟹人的 例如這個廣告的收費 涉及會有兩份廣告 一份就成為25萬 這份廣告如果假設一萬字的話 除了開可能是15元的一隻字 假設我舉個例子 我華包宇正式宣布參選2020 立法會選舉區議會議功能界別議席 30隻字成為750 所以其實是否合理 以及這個是不是市價可以接受的價格水平 You Made This 總監 幾乎是黃柏宇的選舉經理 其實候選人的關係 非常密切 而他亦是捐贈和提供服務 適話 最終他會不會 在整個申請選舉回款中 有失負任何的利益 或者有任何利益衝突 如果這些選舉捐贈 已經用起選舉用途的話 其實選舉事務署會發握這個金額 這450萬是一個實際的發揚牌收據 最終會有公坦去賣單 政府說了會傳到資助之後 我們看到很多的選舉申報 是很亂來的 是任不開價錢的 我們認為廉政公署是有責任 去逐份逐份去看清楚這些選舉申報 究竟是否合理 是否有詐騙或者偽造單據的成分